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观众 大家好 世间上的人常常有一种缺陷 就是只能拥有一半 不能拥有人生的全部 比方说 有的人有钱 他没有健康 有的人有爱情 他没有金钱 有的人房屋停产很多 没有儿女 有的人有智慧 学问 但是他找不到罪业 所以这个人家难得爽全 怎么样子才能有一种全面的人生 4.1节 恭喜给各位 第一 所以我们有心外的指色 也要有心内的体验 现在的人只重视 心外的指色 小些很多的技能 这个内性的 这个提应不够 所以人生呢 还是很浮面的 第二 第二呢 我们有接受的人生呢 也要有耿耿的人生 有时候我们从小 父母养我们 使当教我们 社会养 供应给我们 我们都在接受 我们如何来回馈我们的父母 使当社会大众呢 所以感恩的 也很重要 这些呢 我们要有自我的构心呢 也要有一种 随缘的 随中的构心 对 我自己有原则 但是我不能不随中 我不能不随缘呢 第四呢 我有前面的世界啊 我也要有后面的世界 有的人 光是想前 卖进 积极 奋斗 有的时候啊 在社会上啊 壮到病情临肿 他不懂得尊神 不懂得回头 不知道后面 还有一个 非常宽广的世界 所以这个 农府餐养 是想啊 手把尽量 掺蒙天 底头 并进水中天 身心清净 方圍道啊 推扑云来 是向前啊 所以要有全面的人生 一 有行为的智商 也要有行为的体验 而 有激瘦的人生 也要有感恩的人生 善 有自我的构心 也要有水中的构心 是有前面的世界 也要有后面的世界